好 那麼我們先稍微看一下還有哪幾個呢 是各位先需要知道的 首先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在找模型的時候啊 你看我們在這裡面有很多類別了對不對 那你用全部的時候呢 如果萬一你想要的模型 你不知道它發哪個類別 請用關鍵字找 比如說我在這邊你想要找貓 請問有沒有貓 有 應該是有 有一隻貓有沒有 這樣有看到了吧 因為它有的可能沒有放在 就是你一般你認為的那個類別裡面 所以你可以用關鍵字 那你應該知道中文可不可以 可以的 就從這樣你滑過去稍等一下你就會看到它 好 就看到它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你覺得 欸你看我們這個進來了 我這裡是不是有個地板 你可以用這個地板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叫做繪製房間 就是我們所謂的地板 好 那你畫好的時候呢 如果你想要改變一下 比如說欸我這個既然是公園的部分對不對 庭院的部分我可不可以改個材質可以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連按滑鼠兩下也可以 或者是呢你按右鍵 或者是你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自定義房間 它把這個地板稱作繪製房間 所以它這個叫自定義房間 那麼你進來之後呢 按一下 好 你看有沒有發現地板的什麼 顏色或者是你要什麼紋理 比如說我從這邊打開 欸這個等一下我們進去裡面比較會有 因為如果你有模型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叫做什麼 材質 對不對 這樣各位你看你們的那個桌面 真的是木頭這樣直接一整片切下來了嗎 不可能 對不對 那這間教室可能要好幾百萬 這個都是上面貼一層皮 我們在3D模型裡面 事實上就是材質就是指那個皮 好 就那個皮喔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一樣的 如果你想找跟地板有關的 可不可以用關鍵字 也可以 也可以齁 那你就直接在這邊找地板 或者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很多 地板有很多種 也有那個草的 有沒有看到草地 你就把看你要哪一個 比較暗的比較亮的 好 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樣就鋪上去了 這樣了解的嗎 所以你可以改 那剛剛那個也是一樣喔 如果你這隻兔子 還是這個人 有沒有 點兩下 有沒有一樣可以進來 你按到修改模型材質 你可以自己幫他換衣服的顏色啊 換頭髮啊 換褲子啊 材質都可以換啊 這樣你的人只有model一樣嘛 對不對 你穿的那些都可以換啊 這樣不是比較ok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你去換一下 你可以去換一下你想要的顏色 所以不是說我進來之後 只有他才ok 那各位呢 你點到這邊呢 看完了之後 這邊弄完了 還有一個東西要做的 你覺得這樣的品質ok嗎 你覺得這樣的3D品質ok嗎 好像有點粗糙齁 所以我們多做一個事情 在這邊 你看上面有沒有看到有兩台 看起來好像都是照相機 但是這一台是照相機 這一台是攝影機 所以攝影機是拿來做什麼 做動畫的 照相機是拿來輸出單照的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點到他 好點到之後呢 你可以往上 好我這邊拉高一點 他在這裡呢 第一個他會跟你講 欸請問你 你要輸出的什麼 圖片的大小 好圖片的大小 再來呢 下面這邊會有他的畫質 各位如果呢 你要速度比較快一點的 大概就跟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一樣 因為他比較即時跟你做互動嘛 可是呢 這樣子看起來有點假假的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到高畫質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拉到 它總共有四種畫質 你看我把它拉到最高 欸 拉到最高之後真的不一樣喔 為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當你拉到最高之後 你可以指定 太陽的位置 跟時間 欸這個什麼時候會用到 比如說像 我們現在有沒有很流行太陽能 太陽能不管你是熱水器的 還是太陽能發電的 擺的方向要不要注意 要啊 你的 你家的那個緯度 會不會影響到它擺的方向 會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面其實呢 可以設定 我們上面這裡有一個直北針 現在被擋住了喔 上面那邊有一個直北針 如果你做的 模型 剛好是有這種 就是方向性的需求的 地底特性需求的 你可以直接指定 看是哪一天的 它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什麼時間 像我們這邊來講 欸 上午有沒有 月亮就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 上午 假設 7.8點有沒有 這個時候 已經日出了 再來按開始 那我這邊稍微大張一點 我把它變大張一點 好 按開始 這個時候呢 我們它就會把你現在看到的 右下角這個3D釋圖把它做出出 那3D其實最慢的是在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要算圖嘛 可是你會發現你的等待是值得的 有沒有開始發現什麼地方不一樣的 有沒有不像剛剛那麼粗糙了 有感覺的 有沒有陰影跑出來了 日光跑出來了 因為3D最慢的是在這一塊 所以各位你們如果有用過一些 比如說VR或有玩過一些線上的3D遊戲 為什麼 玩那些遊戲它都會強調什麼 你的電腦速度要快 顯示卡要夠快 因為這樣才可以把你即時算比較多 沒錯吧 你看我們如果用這樣子算一張 是不是要花一點時間 真的啊 有沒有感覺差很多 對不對 因為它在跟你互動這個過程裡面 它比較即時 所以把一些光影的部分都省略掉了 都省略掉了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是晚上怎麼辦 蛤 晚上怎麼辦 晚上記得 如果這個時間調到晚上的話 這裡 如果你把這邊調成晚上 比如說晚上9點 記得你們家要付電費 我有沒有開燈 有沒有一片漆黑 這樣你了解嗎 哪裡有燈 來看一下 燈燈燈 這裡 簽掉 有沒有發現有電燈跟燈具 燈其實有分兩種 在3D裡面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 真的就是有那個實體的那個什麼 模型的燈 另外一種是什麼 裝飾用的燈 也就是說我只要什麼 亮起來而已 我不需要你看到那個燈泡啊 或者那個燈具 所以你看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燈的顏色 這種就只有燈的那個 會亮 但是沒有看到燈具的 那如果你要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你看在公園裡面 需不需要一些路燈 看一下看一下 下面應該有 哦 有 這裡有路燈有沒有 就丟出來 這樣有沒有一盞路燈啊 你就看你要幾盞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亮的 我們再來增加 那我在這邊呢 我把這邊稍微放大一點 一樣進到這邊 現在雖然是9點的 但是我們已經有 焦電沸了 有沒有覺得有亮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亮起來了 對不對 萬一燈不夠亮 可不可以調 可以的 燈的顏色也可以變 這裡我就先把它停掉 來你看這邊 你看這個燈 你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這裡 我看一下在哪裡 燈燈燈 路燈 哦看到了 有沒有光源的亮度看到了吧 這是一個 你可以從這邊調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的 也沒關係 你就用上面這種燈 反正我只要它亮而已 拉出來 看你亮在哪裡 記得你的懸空高度可以調整 如果你要照的範圍比較廣一點的話 你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好 在這邊 拉高 好 來點到這裡 好 你看我們再Render一下 有沒有覺得再更亮一點 雖然它沒有燈距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我們把這個地方要照得更亮一點 這樣有感覺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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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